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好 主委 是 那個 你常常讓我們委員質詢的氣呼呼的 都是因為主委從頭到尾 其實也快卸任了 從頭到尾就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客觀中立的仲裁者 只當作一個平台 然後不做政策的領導 或者是價值的領導 所以常常在這裡我們在問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那種打高空的政治語言的能力 可以獲選為中華民國政務官有史以來的第一名 不敢當 對啦 本人沒此能力 不錯 我們覺得你在這部分能力很強 不必客氣 其實有機會的話 我還是很想推薦您去當外交部長 我覺得這種能力 我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就開始參加演講比賽 可是在主委的面前都自探服辱 自探服辱 不敢 到底一百塊做不做得到 就是在你主管的業務 讓我們每一個立法委員在選舉的時候 都面對大街小巷的質疑 說我們一百塊可以看有線電視 為什麼管媽你都不替我們講話 然後一百塊就可以看 為什麼要五百五十塊 那我們都講得很難講清楚 我們都很難講清楚 那主管機關對於說 現在被 證購成為一個議題 的這件事情 那事實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現在一百多台 然後如果基本頻道一百塊 那其他全部要外加 全部要外加 加到最後 現有的頻道的總數 會不會反而漲價 像這件事情 我覺得社會大眾也有 知的權利嘛 也有知的權利嘛 但是在這種沸沸揚揚之爭這麼久 而且爭到赤裸裸血淋淋 兩邊的陣營 兩邊的陣營 捉對廝殺 然後 把 把立法委員的不同主張 拿出來當眾修理 好 就是 在你主管的業務 呃 在修法的過程 呃 產生這樣的一種 現象的時候 主委就一副 呃 尊重 尊重這個委員 的所有的意見 啊 所有的事實資料我們都 呃 已經 這個提供了 然後 在 你可以 發言 釐清真相的時候 你一概不釐清 一概不釐清 然後 就讓這個事情這樣子一直的演變 演變到今天呢 還沒辦法 呃 呃 塵埃落定 找不到 解決之道 其實 我覺得 知識分子 從政喔 不應該把自己 呃 客觀化 到這種地步 呃 不應該把自己客觀化到這種地步 所以 我還是在最後 跟主委 分享一下 我的真實的想法 我也曾經在這裡跟主委 尋答的過程 呃 怒不可歇 我大概已經很少對什麼政務官這麼生氣了 齁 因為 早期 我會 我會非常的生氣 可是晚禁喔 所有的部會首長 包括院長 副院長 所有的官員 我現在變成已經將近有兩年的時間 唯一會讓我發怒的只剩下14號 唯一會讓我發怒的只剩下14號 那那個原因當然是因為 市主委高超的政治語言能力 真的太厲害了 任何事情你就打高空 轉來轉去 然後不直接回答 那種 把委員激怒的能力喔 真的是無處其右 那對我們 我們對主委的期待其實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那我今天就弄一個很簡單的事喔 來看一下你的作為 到底好到哪裡去 最簡單的事 你都做得非常糟 最簡單最簡單的事情 你都做得非常非常糟 好 你來看一下 這個是有限廣電基金 連續三年入不付出 那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平常這種時候你就會喔 你會趕快 要看同一時期發生什麼事情 對對對 其實這是你的本色 今天稍微有收斂了一點喔 出來的比較晚 平常我只要講到這一句話 你就趕快啪出來 喔那是因為我們最近怎樣怎樣 可是你看看你那個打高空喔 你的意思應該是說 那要看我們這幾年做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真的很打高空 你應該講那是因為我們這幾年數位化達到什麼 其實那個才是喔 那個才是一個政務官替自己的政策辯護的語言 我認為事實自己會說話 喔對嘛你看 我認為事實自己會說話 你不必多說 你看看喔 連續103、104、105號 以餘處來講的話 都是入不敷出 而且是剛好從103年開始 你大量的支出 大量的支出 這些支出主要用來補助什麼東西 我可以請夜晚處處長 給您詳細報告 不用太詳細嘛 你就告訴我嘛 你做了什麼 來 主要是 看下一頁 包括委員 主要是補助有限電視業者 在數位化的一些 數位化到底是誰該花錢 數位化到底誰該花錢 是業者該花錢還是政府 我跟委員做補充說明好了 那項目可以分很多類 相信委員在預算書都看到了 其中最大一筆是 不是 數位機上河是在民眾家裡裝設的 下一頁好不好 來 所以是補助數位機上河嗎 這是最大筆的 最大筆 對 那佔幾趴 委員那邊如果有數字就可以顯現出來了 蛤 蛤 余龍的實問虛打 我覺得很好笑 你們這些錢 到底是不是應該政府 出錢讓有線電視業者 去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個基金是業者的 營業額中提播的 對嘛 營業額中提播 要回饋到他們身上喔 營業額中提播 跟執行有線廣播電視法 相關的業務 台灣的有線電視 全部都國際資本來了 來這裡以後 把他當作財務的槓桿 我不斷的在舉我們 高雄的例子 慶聯跟 港都這兩家 中家 系統去購買 商譽 跟他的母公司 購買商譽 買了一百億 然後每年的營收兩億 剛好拿來付利息 然後把他們的收支 當作是賠錢 生意 然後呢 該做的 數位化現在做到了 結果 他出來發現說那個錢 是政府補助給他們很多的 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而且是用在特定的項目 其中最大筆的是 裝在民眾家裡的數位基上河 好 補助基上河對不對 基上河一台你們補助多少錢 要看他實際使用的款項 我要看他的類型 來啦 你們補助多少錢 依照每一期的部分 最高在年度是七百萬 平均大概是在 一千塊左右 一個基上河你們補助一千塊 對不對 不是 它是全部工程款的 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如果以你們這三年來 過去這三年來 然後再加上你們 今年邊境來 明年要補助的錢下去算了 一個基上河補助一千塊的話 你們這幾年所花的錢 總共可以補助九十多萬戶 全國總共才一百零四萬戶 你們光基上河的補助 可以補助到九十幾萬戶 如果你們這些錢 全部是補助基上河的話 沒關係 來 你聽我說 如果這些錢你們都是補助基上河的話 然後以一個基上河一千塊的話 你們可以高達補助九十幾萬個基上河 換句話說 現在只要有任何的用戶 他的基上河是要收費的 那個都是有線電視自己賺的錢 這個不管 你現在說 好 我的錢不是全部補助基上河 那就錯了 你錢如果不是補助基上河 你就是去補助他的數位化 你就是圖利這些業者 因為數位化是他們的責任 然後你去替他們補助數位化的錢 委員每一筆數字都可以仔細算得出來 第一個 全台灣有線的收費是五百萬戶 是五百萬戶 你知不知道 過去了 然後呢 每一戶呢 都可以有兩台的基上河 所以這是基本的數字 委員 我們可以主比跟您比對 所以你確定那些錢全部在補助基上河 沒有用來補助基上河 歡迎委員來跟我們仔細討論 預算每一個項目 我相信這都可以公開的試試 你知不知道你每一年花我們這麼多錢 這是業者的營業額之中提撥的 百分之一當 就是國家的錢啊 已經進了國家的稅入了 你還在說這個是業者提撥 你還在在業者的立場聽他講話 說這些錢是他們的 我沒有聽業者說明 不是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你的語意是什麼 你的語意就是這個是業者提撥來的錢 我就報告裡面寫得很清楚 所以提撥來的錢 所以要回饋到他們身上是不是 我只是報告他的基金種類 在我們的書面報告裡面寫得很清楚 你再講好了 講再多都掩飾不了 你看看這一頁 下一頁 再下一頁 花東 做再多都掩飾不了你在這個部分的罪行 我剛剛講的 最簡單的事情你都做得這麼糟 不知道委員想問的是哪一個部分 相關事實是我們的樂於提供 有沒有花東 報告委員 這是在交通委員會的要求之下 我們特別推出這個業務 今年底有部分的業者 可以達到數位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進度 你就告訴我 你花這麼多錢 我們在廣電 我們在有線電視基金 快要用完了 每一年的餘處連續三年下來的話 總共只剩下六千多萬了 從將近十億變成六千多萬了 好 你看看我們一百零一年的時候還有六億多 你花了這麼多錢的時候 真正的偏鄉 所需要的數位化普及化 你們給人家的百分比是什麼數字啊 什麼數字 不知道委員所指的是哪一個部分 蛤 來 台東縣 一百零二年第四季的時候 它是零點四九 到一百零四年第三季也才八點六 對這是這個措施 投入之前的情況 花蓮 零點四七 十一點零七 怎麼會呢 這就是這個措施投入之前的 這個措施從一百零二年開始 你們就大量的投資 一百零三年投資六億三 一百零四年投資六億三 一百零五年投資四億二 然後從一百零三年開始 全部每年入不敷出 委員如果要知道花東的詳情 我可以很仔細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就可以開始主向說明 我只需要看結果 好 我們今天就把結果呈現給委員看 我想你就把那個管委員要的資料 就提供給他 廣電三法成為一個 第八屆立法院立法史上的一個悲劇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 NCC做令不同利害相關的領域 在那邊叢林野戰 我必須在這裡 恐怕也是最後了 沒有什麼機會 再給主委做一個定位 我只能夠說 知識分子從政 推卸責任到 我自信可以面對歷史跟我的學術專業 那歷史的審判已經很清楚了 我不需要政治的評價 整個在那邊對打的狀況 打到全國人民動見觀瞻了 那就是事實 那就是事實 相關的資料我們就請那個 那個司委 或者該說明的 真的管念三法 這你要負最大責任 我盡我該盡的責任 我們可以協助各黨團繼續協商 好我們接下來請李昆哲委員質詢 李昆哲委員質詢